這個系列的掃描器從初來 它就一直是主打這樣的功能 好 那你來幫我示範一下 好 現在是來示範漫畫的掃描 對 那前提我們就是先把我們的書拆成一張一張的 對 好 直接就放在自動雙子上 一次一疊喔 對一次 它的規格上面是寫一次可以放50張紙 但通常只要不要超過這個卡榫就可以了 嗯哼 直接這樣放按下掃描 它就會自己掃 好 好 那它一次掃呢 是同時掃正面背面的底下 兩面喔 對 它同時掃 那它有一個很炫的功能是 它會自動去偵測你的文件類型長什麼樣子 黑白的它就掃黑白 彩色它掃彩色 可是像漫畫有一種特殊性 就是他們臉上很愛有那個灰線條 嗯 那假如只掃黑白的話 這種灰線條的細節會看不出來 嗯 這個掃描器它會幫你掃成灰接 嗯 也就是會有灰的部分也有黑的部分 對每分鐘是30頁 基本上你掃200頁的小說大概三分鐘啦 嗯 就可以全部掃完 那像漫畫這種你說要怎麼樣讓它變成一張一張的 嗯 它現在掃完之後就是一張一張的 喔 你說它掃完之後會變成變成什麼樣子 我可以看一下 它掃完之後會是這個 像我現在掃完之後我是存到Drawbox 對 那它出來的影像呢就會是這個樣子 一張 一張PDF 不過它是 整個檔案模式它會是一份檔案 然後它會裡面包含了這些頁面 對 對 好這樣子 那這個呢就是一張一張的 在這一整份檔案裡面總共有223頁 對 像這個就是灰接的效果 你可以看到它臉上灰灰的 喔這樣算蠻精細的 對 那其他有 假如是黑白的呢 它就是直接是黑白 像這個它就是黑白 喔 那為什麼我要去分黑白或灰接 我直接全部灰接就好啦 細節都會保留 對 會事關檔案大小 嗯 你掃灰接檔案會非常大 你掃黑白檔案會小 嗯 所以它這樣黑白就掃黑白灰接 它掃灰接 檔案就不會許大 OK 同時你又能保留這種很細節的部分 所以它是針對特定可能某一張 嗯 去做保留 對對對 或者是某一個區塊去做保留嗎 還是一張 一張 像這個就是有保留的 沒有 像這個它是掃黑白 它沒有灰接的部分 喔 對 那哪一張是灰接 像剛剛 這個 這個就很明顯的 喔 灰接的部分 灰接 OK好 像雜誌漫畫這種類型 就是最值得自吹的文件 嗯 因為通常雜誌你看完之後 你就不會想再翻它了 你就一定是丟到旁邊 但是有某幾頁你會想留著 對對對 又或者欸 哪一天你要寫什麼東西 又遇到什麼資料 在某一行的某一頁 我要翻箱倒櫃去找 那這時候假如我們都 全部都掃成電子檔之後 它有一個功能叫做內文搜尋 就是你可以用關鍵字 去找裡面的某一個字 這樣子 有分語系嗎 在台灣我們 預設的是繁體中文 對 啊英文也可以辨識嗎 也可以 它好像180題 速度也是很快 對 可是像這個 像這個它就會直接辨識成彩色 對 這一定都是掃彩色 嗯 那在掃描的同時呢 可以就一直加紙 就往後加這樣 對 擺在上面 往上面 因為它掃描會從最底下開始掃 嗯哼 通常我掃啦 因為我是急性子 我會全部都放上去 嗯 那是全部放上去 超過它這個規格 很有可能會像剛剛那樣卡紙 嗯 假設像你這邊是一次50張 那假設我今天要掃的是200頁 對 可以分批掃 分批掃 最後會集成一本嗎 對對對 OK 像這個就是 那個受止器上面沒有紙了 我們要不要再加紙 哇 沒有紙 它是這樣子呈現 嗯 對 紙張可以放上去 又或者你真的是掃完了 我們就完成 OK 可以繼續再掃 好 現在掃描的成品 我先給你看剛剛雜誌 雜誌的 雜誌其實它基本就是掃 全部就是彩色 雜誌真的也蠻讚的 而且方正 對 而且像這個實體書的字那麼小 我們老話也看不到 我們一直找著電子檔案之後 我就可以放大縮小這樣 那我再問一下 像這種褪色的照片它會鎮豔嗎 不會 不會就是 像這種文件掃描器 你的原稿長什麼樣子 它的影像就會是什麼樣子 它不會像APP的功能 還幫你美睫 還幫你加強對比之類的 不會 好 你可不可以demo一下這個掃描照片 好 那像現在剛剛我們都掃描雜誌嘛 漫畫 那我的那些掃描細節可能都不一樣 照片我一定是要少彩色的 好 所以這時候我就可以去選 我之前預設的照片模式 嗯 選完之後 然後我就把照片一樣放上去 呃 它現在掃都是掃到Drawbox裡面 對 我現在設定是Drawbox 它可以設定其他的雲端嗎 可以 Evernote 前提是你的電腦也要有安裝這些東西 我可以直接掃到 比如說NAS NAS不行 那可以掃到 應該是說你可以掃到 假如它有一個實體的資料夾路徑 嗯 你可以掃到那裡 嗯 對 但你不能直接掃到雲端的資料夾 嗯 對 我不知道你懂我的意思嗎 實體的 就是你要在本機 你選得到它的路徑 所以它是搭配電腦使用 對 或者是搭配Drawbox 其實這一台它現在是接電腦的 好 電腦在那裡 那我可以掃到 比如說像Google Drive 可以 但前提是你的電腦要有下載Google Drive 這個檔案 所以我掃這個 掃文件的時候 我電腦是一定要開的 對 就不知道 把它掃成電子檔 還有機會可以 比如說丟Photoshop 讓它 讓它變得好看一點 對啊 對啊 如果實體就只能一直是黃下去 對 我看一下掃描的細節 其實我們這台掃描器 它是屬於文件掃描器 所以基本上我們的解析度不會到太高 不會像那個相片掃描器那樣 可能可以到2400dpi 3600dpi 這個沒有 因為它講求它要掃描快 所以它解析度最高到600dpi 那請問一下這台掃描器它上市了嗎 上市了 那 它的售價是 19800dpi 19800dpi OK 這個的前代系列叫做iX500 上市六年 功能上跟它差不多 然後 主題和風格走的一樣 也都是自存 那 那一台就 銷售 很大部分都是以這個個人垂書為主 那是近這兩個月這一台新機才有出來 嗯 我剛看那個看漫畫的部分啊 它還有一種那種翻頁效果 是在那裡 這個是看漫畫的APP 這樣比較符合習慣 對啊 其實現在很多APP都做這種方式 可以放大 縮小 甚至你可以在上面拿筆來畫畫 嗯 Apple Pen啊 現在還有 就是可以直接調整亮度啊 對對對 甚至你的背景 你不要那麼亮 然後還或者是整理成書冊 對 嗯 好 OK 謝謝 謝謝 謝謝